有時候來自於不同產業的 它的一個進化的想法 我相信會對你的刺激會更大 不是做所謂的避險 透過我們百大顧問的協助 演化 進化 順著大事 然後造自己的事 直播是給我們很多的傳統行業 都能夠做到可視化 可量化 可優化的一種管理和創新 一定要把一些細節做過程化的功力 也就是我不能只有定目標 領導者那樣子能夠給大家一個清楚的指示 但是又不是所謂的micromanagement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